毫无征兆的我在他乡挺好的火了 几乎没有前期宣传 这部12集短剧第一周登场 已有超2万人打出了8.4的高分 不仅较好身高 该剧也很叫做 芒果TV平台数据 4集上线7天 播放量已超2.5一次 没有名导 零编剧和重磅级演员加盟 主创列表里最为观众熟悉的名字 是任素希和白玉帆 前者曾听电影半个喜剧 被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后者因山海情 马德宝一角入围了白玉兰最佳男配角提名 看起来朴实无华的创作班底 听什么被观众预定为今下最佳之一 感同身受是最重要答案 围绕乔西晨 纪南家 许妍 胡晶晶四位小城姑娘 我在他乡挺好的 用大量接近真实的场景 真实的细节 真实的情感逻辑 真实的人物状态 反映了人在他乡 拼在大都市的生活日常 剧中有现实主义的灵力本色 不掩饰独在一厢各式各样的男 也不会沿人生物上曾出不穷的砍 董米的创作姿态造就了许多飘逸族的共鸣 观众看剧中人 就像看见了自己 但他又不那么灵力 更不传递焦虑或者悲观 而是用许多个意料外 情理中的细节反转 给了迎男而上的人一缕温情 兼顾了对于人的处境的体察与体恤 做到现实主义本分的作品 当然能动人 北上广深 仿佛是个有魔力的词 每天都有年轻人 为之挥别家乡踏上旅途 大城市里机遇无限 挑战也无限 于是飘逸族的坚强外表下 总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难 漫长的通勤 糟心的租房 职场竞争 孤独感等等 这些都是出门在外食的生活常态 人之常情 也都或多或少曾被都市剧描摹 我在他乡挺好的能突围 不在乎剧中开创性的 关照到了哪些逆境 而是在乎剧本把高度概括性的词条 诉诸于逼近真实的细节 质朴又贴切 上班早高峰 胡晶晶在地铁里都快被挤成杀钉鱼了 一抬头 有人正大口嚼着包子 眼看着下摇摇欲坠 姑娘没开口 只是悄悄蹭雷 身边的老太太被上下车的人潮冲得亮亮呛呛 她伸手扶了一把 同样不吭一声 聊聊几个镜头早高峰时 北京地铁通勤的典型场景 被弹幕里认证为我的日常 不仅通勤路上低针的像是计时镜头 一厢租房的难题 也唤醒了不少观众离乡奋斗时的共同记忆 房东找上门 乔西晨才知黑中介私吞半年房租 闹到派出所 姑娘最终只得了三天搬家的余地 钱和房都没了着落 既男家算是四个女孩中事业有成的一名 创业开公司 住在繁华地段 可一次卫生间漏水事件后 找不到业主授权修缮的难题 照样生生困住了他 因为租房而生出的无尽琐碎烦恼 是剧中人的 也是迎庭前无数普通人感同身受着的 懂你的更多细节 还散落在剧中的职场戏 胡晶晶是旅游公司产品开发部议员 总能兢兢业业按时完工 天天在生日当天被人事约谈 需要他自动辞职 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加班不努力 前台词却是不如旁人有人脉 人是好一番挖空心思 不过是为了省下一笔赔偿金 乔西晨供职于一家咖啡公司市场部 销售总监宁姐正给部门开会商讨秋季新品发布 说话间羊水破裂 被送上救护车前最后一句话仍在嘱咐工作 可转身公司提前安排的新总监 下午就走马上任 无缝对接快的如同大城市的发展节胎 大城市的企业竞争 对一厢人本土人一样犀利一样狠 谁不曾离开家乡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过着独当一面的生活 谁又不是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着长大的 所以当剧中没有主角光环的女孩们 难免被生活扬起的尘土腔盗 当她们平平无奇的工作生活里 没能天降贵人出手相助 观众相信在一厢寻找安全感 在人群中寻找归属感的他们就是我们 我在他乡挺好的 之所以为人称道 第一步便是用一件又一件 生活中可查的小事积攒出了一句懂你 按人设来看 我在他乡挺好的 没有太多戏剧化的 足够炸裂热搜话题的标签 故事里的主角都是勤勤恳恳的打工人 得挑 奋斗 普通是他们的共性 但也不可否认 故事一开局就是极其戏剧化的暴击 胡晶晶从天桥隐悦而下 生日成了忌日 怎样从平淡生活积出故事的魅力 怎样让极端的桥段不落入狗血套路 奏效的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 胡晶晶的意外离世 不仅令闺蜜错愕 也令观众措手不及 会让人误取信于观众 剧作从真实的情感逻辑 平时的生活细节入手 通过闺蜜们的追寻 已逝者的生活痕迹 拼凑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像极了真实世界中的许多人 外表不那么出众 但心地善良 个性爽朗 愿为朋友挺身而出 却在自己遇上难处使命可独自消化 直到意外降临 身边人才漠然惊绝 原来他或他还有许多秘密 也是依靠逻辑自洽的推导 剧本用胡晶晶的悲剧 诠释了让人唏嘘的成年人的崩溃 看似在瞬间突发 实则在坚强的外表下 早已有漫长的负面情绪累积 可以说我在他乡挺好的 执念了生活中的男 由此触及了万千人心 更难得的是 剧本不用男上加男来制造焦虑 许多时候该剧表现出一种 中正平和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用最朴素的情意 为每个人生活中可能 品尝到的苦咖啡 加了一颗糖 远在家乡的妈妈 心疼加班的女儿 给乔西辰发了微信红包 让她打车回家 几十块钱的小红包里 饱含亲情 五年来随访的医生 心疼工作狂进男家 明明是肿瘤的主刀大夫与患者 却处出了姐妹般的情分 平时不算深交的同事 也有出其不意的惊喜 乔西辰独自在仓库熬夜加班 不日而同的恰巧路过 成了大家新照顾宣的秘密 按办公室政治 似乎要针对的新上司 也给出意料之外的温柔 原来他早就撞破了 下属因闺蜜离去而遭受的巨大苦楚 原来他的每一次 你好好休息不带闲外之音 据作用一次次小凡转轰 拖出身边人的真心 为困境中人送去些许安慰 不止于此 剧里还有许多素媚停生者 也给出了人与人之间 相互支撑的小确幸 第一次见面的警察 从身份证窒息了胡晶晶生日 那句生日快乐 一定在他生命最后十分 留下过暖意 单家的师傅顺手帮忙修好坏了的行李箱 微不足道的善意 其实能照亮别人很长一段路 导演李莫说 剧中每个角色都是带着梦想与希望在努力生活 也希望传递给观众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或逆境 都能更坚强的生活下去 对生活充满希望 就像剧中有句台词 他想打拼当然有种种难 有千万个理由让人却不 但留下只需要一个理由 这座包容的城市里 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